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又去了家房 我們看看四圍的環境 大家看到什麼地方 這裡是新田購物城 之前新田購物城有很多新聞 我今天來到新田去家房 所以你說我發不發燒 上星期去完澳門 今個星期來到邊境新田購物城 看看什麼地方 大家記得留意 今次家房主角 是這隊玩了超過30年的 哈伯府LS35A的書架喇叭 已經熟透了 聲音相當之鬆容 就算大聲播低音 也絕對不會有拍邊的現象出現 能夠成為這對喇叭的物主 當然不是一般普通的初歌法師友 他是資深的音響和音樂的寫手 發芳歌 另外這對喇叭有以上的聲音表現 這對Gran的腳架絕對是功不可沒 因為我曾經測試過這對 專為35A設計的腳架 發覺用了這對腳架之後 會令到35A高音和低音的伸延更好 而且最明顯是低音好像聲音釋放出來 低頻潛得更低之餘 和大家近距離看看這對35A 雖然說已經超過30年 馮哥一手買入到現在 他都保養得相當之好 以下就是馮哥親口傳授 如何保養這個35A喇叭的技巧 我跟小方買過小提琴油 我問過他在這裏 他說如果你要替他翻身 給其他傢俬那些會不會有 馮哥的其他器材 包括有Sony SCD1的SACD機 Audio Note的OTO Phone Low SD的合併機 這部合併機雖然只有10瓦 但可能因為這地方都不是很大 所以推這個35A絕對是由刃有餘 黑膠播放方面採用了季風的唱放 全套LIN的LP12 加上同廠的MC唱頭和唱臂 鵬哥提到 這部LP12的底板 拆走了之後會更加好聲 以及承起LP12的承架下面 都是開放式的 方便LP12唱本下面 調校三口彈弓 大家看看這個只是 凡哥部分黑膠收藏 嘩順哥幾套ERC的黑膠 當然裏面還有很多真品 好了 最後聽聽現場修錄了這段音樂 和大家分享一下 當然修錄和現場差很遠 聽完之後絕對飲得杯樂 好了 大家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LIKE我 以及訂閱HIFI發燒台 下次再見 拜拜 出發燒台 出發燒台 出發燒台